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挫折就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孟子曰 听江江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福乱其所为 增益其所不能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上天要下达重大的使命给这个人 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 使他的筋骨劳累 使他的体肤恶受 使他身援受贫困之苦 所行不慎 使他所做的事情颠倒错乱 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 使他的性格坚定 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 生活中很多人都会遇到重大挫折 人生面 临崩溃的时刻 这时候拥有这三种能力 往往能让你不会轻易被压垮打倒 反而能获得重生 以自愈能力 心灵的自愈力 能让我们一边行走 一边遗忘 在人的一生中 总是遭遇不幸 正是这些挫折给予了我们痛苦和恐惧 面对这样的痛处 看清自我 学会自愈 才能让自己的心灵 抛却伤痛 重新踏上新的征途 人生在世 伤害无可避免 谁不是一边崩溃 一边自愈前行 要想站得更高 走得更远 活得开心一点 自愈能力 就必不可少 JK罗林 哈利波特的作者 享誉全球的著名作家 曾经的他只是一位 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而哈利波特 也曾被退稿几十次 原稿甚至被丢入垃圾桶中 当时的JK罗林 面对着不受认可的痛苦 好像所有人都在说 这本小说是垃圾 面对这样的挫折和困境 据佩罗林回复道 我只是在我自己的生命中 演绎了我该做的 别人的赞美或讽刺 我都可以听不见 最后 哈利波特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在全世界受到了热烈追捧 正是强大的自愈力 让他能够坦然地面对 外界的讽刺与拒绝 让他能一再一次次地跌倒后 重新振作 你的自愈力远比你想象的更强大 曾以为永远也走不出的细节 最终还是会置身事外 虽说时间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实际上 它并没有解决问题 它只是帮我们把一些问题 变得不那么重要 相信时间 也要相信自己的自愈力 只要是人 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情绪 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位医生 只要我们协助他工作 便可自愈 活成自己生命中的太阳 拥抱更好的人生 成年人 谁不是一边崩溃一边自愈 搞定崩溃的办法就是做事 没有更有用的办法 很多时候 人是输给了自己的心 面对一些遭遇 惶惶不可终日 但这是一种象征 说明你的人生 已经走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关口了 那么别多想 先试着上手改变它 拥有超强自愈力的秘诀 是在情绪泛滥之前 赶紧做出行动 用行动调节情绪 而不是用一种情绪调节 另外一种情绪 这世上谁人不带点伤 但是心灰意冷 自暴自弃 没有用 你得爬起来 要是爬不起来 就永远到了下去 人活在世上 得有一颗强大的自愈心 这样才能在苦涩艰难的生活里 离成功更近 罗曼·罗兰说 生活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 生活中走得远的 往往都是自愈能力很强的人 二 抗挫折能力 很多人以为抗挫折能力 就是应对天灾人祸 意外事故的能力 其实 真正的抗挫力 是在每一次被否定 被拒绝 被误解 被抛弃 被轻视中 你能够不受搅扰 很快回到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继续朝着目标前进 人常常觉得伤害 都是来自于别人的不认可 否定 评判 贬低 看不起 攻击自己 其实这一生 绝大多数伤害源于自己 经常否定自己 怀疑自己 评判自己 不接纳自己 冒犯自己 最多的人是自己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暴风雨总会不期而至 如果你抵御不住暴风雨的洗礼 就没有机会看到雨后的彩虹 人生之路绝非坦途 成功之路更是荆棘不满 只有百折不挠的人 才能够攀阅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到达成功的彼岸 只有输得起的人 才能赢得漂亮 电影《萧生客救赎》中有这么一句话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 如果你自己都放弃了自己 还有谁会救你 挫折和失败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考验 如果你不能战胜他们 就无法成为生活的强者 人的心理意志不可能永远坚固不摧 人的天性中总是伴随着软弱 缺点 自卑 这一切都无可避免 也无需逃避 我们需要的是在一次次软弱后重新建起坚强的意志 是在一次次自卑后重新建立自信的微笑 是发现一个个不足后重新补上缺失的短板 这样的抗挫力才能使我们继续奔跑在未来的康庄大道上 白岩松在中国 波农业大学演讲时说 从大学走出来的人才 我最看重的就是他是否有一个抗打击和抗胜力的心理素质 他能不能始终以一个宽厚 平静 从容的态度 来面对人生中随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变故 这时候 我才知道 你是一个可以长跑的人 人生就是一次长跑 只有当你能长跑的时候 当你能输的时候 你才可能赢 生活中的挫折与磨难 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 如果你能浴火重生 就会刷新人生的新高度 如果你一蹶不振 就会停滞在人生的低谷 成功之路绝非坦途 只有百折不挠的人 才能攀越人生一个又一个高峰 到达成功的彼岸 学会坚持 懂得咬牙 不会因为一点挫折 而轻易地放弃自己 改变初衷 三 乐观 有人说 如果人是乐观 穿的 一切都有抵抗 一切都能抵抗 一切都会增强抵抗力 我们的身体需要免疫力 而精神世界需要乐观的情绪 来建立心灵的免疫力 让我们无需任何挑战 拥有乐观情绪的人 总是能建立起一套精神的免疫系统 在积极的氛围中 应对各种命运的玩笑 霍金是一个懂得感恩生活和乐观不屈的人 他的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被病魔缠绕着 有一次 霍金演讲结束后 一位女记者冲到演讲台前问他 病魔已将您永远固定在轮椅上 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 霍金用他还能活动的三根手指艰难的扣机键盘后 显示屏上出现了四段文字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 我的大脑还能思维 我有终生追求的梦想 我有爱我和我爱的亲人和朋友 霍金用他乐观的免疫力 无惧病魔的挑战和折磨 白伦说 悲观的人虽生如死 乐观的人永生不老 面对同样的半杯水 悲观者会伤心 与杯子一半是空的 而乐观者会满足于杯子一半是满的 面对同样的一朵玫瑰 悲观者会哀叹 花下有刺 而乐观者会赞叹 刺上有花 很多事情换个心态 就会有不同的心情 你改变不了天气 那就改变心情 生活也是一样 很多事情不是一己之力就能扭转的 而你可以改变的是对待事情的心态 如果能实时保持乐观的心态 让笑容时长挂在脸上 那么你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好 如果遇到挫折失败 仍以乐观的心态 去面对 那么你将会跨过坎坷曲折 迎来 来更美好的明天 如果你每天都乐观地对待生活 那么你的生活必将多姿多彩 而乐观建立起的免疫力 免疫人生的悲伤与痛苦 寻找人生积极的因素 造就属于自己的快乐 要享有乐观心态 还要学会感恩 感恩帮助过你的人 感谢在十字路口为你指明方向的人 感谢给过你爱的人 感谢让你学会走路的人 感谢给你知识的人 更要感谢一路走来和你风雨同舟的人 因为有了这些人 才能使你在风雨路上一路顺畅 如果都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态 每个人的心态就会变得更加乐观 面对各种崩溃的人生 我们需要这三种力量 愿你早日拥有这三种能力 今天的分享 上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在家的样子 就是在世界的样子 鲁迅的短篇小说 风波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 一个叫六金的小女孩 因为享天一晚饭 被母亲大声地呵斥 六金吓了一跳 碗吊在了地上 摔了一个口子 见碗被摔破了 父亲又一巴掌 把六金扇倒在地 其实母亲吼六金 是因为做错了事 被拆穿 迁怒于了她 而父亲大流金 是因为心里烦躁 把她当成了发泄情绪的工具 生活中 我们不知不觉 就会活成鲁迅底下的主人公 把最卑鄙的一面 留给了家人 大学里说其其家 在修其身者生活的 道场在家里 人生的修行从善待家人开始 一修情商马东曾谈及其母亲 一次 母亲在电视购物后 花九百三十块钱 买了一款皇家定制的包 像是捡了大便宜一样 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马东一看才智就知道 这纯属是冤枉前的 他没有拆穿 反而是笑呵呵的 皇母亲眼光真好 妈买到个好东西了呀 一句话就让老人家笑得合不拢嘴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戴尔曼在情商艺书中写道 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能抵达的高度 这份舒服 他们更多地给了外人 而忘记了家人 在外面 我们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懂得话到嘴边留三分 懂得事事考虑周到 可是在家里 我们却出言无耻 行事无度 一次次伤害最亲 见的人礼记中说到 孝子之养 首先是乐其兴 就是让父母心情愉悦 在春秋时期 有一个叫做彩衣于青的故事 楚国隐是老来子 非常的孝顺父母 平时呢 想尽一切办法讨父母的欢心 他七十岁时 父母仍健在 为了不让父母见到他有白发而伤感 他特地定制了一套 五彩斑斓的衣服穿在身上 走路装成小孩一样跳舞的样子 父母看到后哈哈大笑 真正的情商 对外圆通的 与人打交道 对内入微的关心家人 懂得铁茶家人的情绪 赠予一份温暖 一份舒心 家才能成为温暖的港湾 二 修人品 东汉大臣宋洪 曾经南征北战 帮刘秀得了天下 称帝后的刘秀想 为早年丧夫的 胡杨公主寻仪为了粮偶 一天 刘秀与姐姐共论朝臣 胡杨公主说 宋洪仪表非凡 气度刚正 群臣莫及 刘秀听后很高兴 但是宋洪已经有了妻子 不好直接赐婚 有一次 刘秀与宋洪闲谈 假装无意地试探到一个人地位高了 就改叫另一批高贵的朋友 一个人发了财 就要抛弃原来的妻子 换个新的 你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吗 宋洪知道皇帝话里有话 巧妙地回答说 我听说 一个人在卑贱时相交的朋友 什么时候都不该忘记同自己共患难的妻子 无论以后如何富有 都绝对不能将他抛弃 听完之后 刘秀被宋洪的为人深深感动 喜欢这样一句话 新人结婚的时候 不应该把手搭 在圣经上说 不论贫穷 富有 健康 疾病 都致死相伴 而是应该把手放在进化心理学和自私的基因这两本书上 宣誓我将违背我的天性 忤逆我的本能 永远爱你 一段感情 始于激情 忠于人品 爱情转瞬即逝 人品却恒久不变 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经有一段婚外情 于是写信给了太太 提出了要离婚 太太却说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知道你会走掉的 你要是真的走了 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给我留下来 曹德旺听完太太的回复后 沉默了许久 他没有马上做决定 而是特地去了解了一下别人的婚姻生活 搜罗各种婚姻样本 最终明白一个道理 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 男人必须承担家庭的责任 让家人过得幸福 他断去了离婚的念头 从此 把家庭放在首位 几十年不改初心 甚至把所有财产都写成太太的名字 品不正 难以久处 以人品为基石 诱惑再多 也能守住 内心磨难再苦 也能够不离不弃 婚姻中两人的相处 既要修炼彼此的感情 更要磨炼彼此的人格 三修格局作家王文华在《回家》中写道 家有时给了你温暖 有时令你抓狂 格局小的人在家里 会为了鸡铃狗碎的 小事斤斤计较 而格局大的人 懂得小事不争 错事不愿把家经营的和睦温馨 林语堂与妻子翠凤一辈子少有红脸的时候 廖翠凤从小接受了精英教育 注重个人形象与礼仪社交 出门前都会精心挑选首饰 衣服也会仔细地运堂 而林语堂 却厌烦这种形式化的繁文入节 虽然生活方式和习惯虽有差异 但两个人从来不勉强和改变对方 林语堂还把一条婚姻信条缝为加密 太太喜欢的时候 你要跟着她喜欢 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 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她曾经痴迷研究 如何发明出一台中文打字机 头脑一发热 把美元兑换成了银元 使得家里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 廖翠凤颇有微词 但是咽下了委屈 不揪着此事不放 林语堂自己心里也窝火 可是他会主动道歉 我的笔还会写 文章会赚回来的 两个人凡事争个输赢 只能够招来怨气 输掉心情 凡事盯着对方的缺点 感情会淡 家就会散 就如杨将所言 中国家庭的悲剧多数来源于 欲试爱词 责备的相处模式 杨将和钱钟书的幸福婚姻 不仅在于彼此多合拍 而在于他们能够相互包容 杨将坐月子期间 钱钟书本想自力更生 结果不是打翻了墨水瓶 弄脏了房东的桌布 就是把台灯砸了 门轴弄坏了 可即便如此 杨将从不生气 反而说 没事我来弄 家庭里有欢声笑语 也有简不断理寒乱的纠纷 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 小孩的闹 老人的将 伴侣的烦 能包容就少去责备 能接纳就别强求改变 四修情绪 一次访谈中 主持人问周国平 为什么我们都把好脾气留给外人 把坏脾气却留给最爱的人呢 素来温和的周国平也说 这是错误 我也常常犯 他说了一句 引人深思的话 对亲近的人 很挑剔是本能 但克制本能 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 是重教养 我们会因为工作不如意 在家里大发雷霆 因为琐事缠绕 而满腹牢骚 那坏情绪是看不见的刺 往往会扎的人遍体鳞伤 在围城中 有一次方洪健因为心情不愉快 板着脸回家了 孙若嘉问他吃了没有 他说和庸人李妈已经吃过了 方洪健渐渐地沉着脸说 我又没有亲戚家可以吃饭 就因为这点琐事 夫妻俩就吵起来了 方洪健甚至动手打了孙若嘉 李妈劝嫁不成 只好通知房东 这下脑的左邻右舍全都知道了 孙若嘉愤然离家而走 这段婚姻在愤怒和哭声中走向了终结 把家荡成出气筒 往往会把家伤的一个千疮百孔的 脚底的灰尘没必要带回 回家中 心里的垃圾也无需倾倒在家里 作为林清玄的母亲 原是乡绅家庭的大小街 嫁人之后 她负责一大家子人的衣食住行 还要养猪四鸡 日子虽然清贫 但母亲从不会把生活的压力 发泄到家人身上 孩子犯了错 母亲从来不打骂 而是耐心的教导 林清玄说 幼年生活虽然艰苦 但她的童年记忆 却是幸福的 胡适说 世间最可恶的事情 莫如一张生气的脸 世间最下流的事情 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家人看 这比打骂还难受 真正有修养的人 懂得把负能量清空 把微笑带回家里 家人是我们一面镜子 一个人笑 其他人自然会受到感染 哲学家康德说 家乃社会之缩影 我们怎么经营一个家就怎么 问经营一生 从家开始 修行自己 愿你既能在外面拼出一番天地 也能把家庭经营的和和美美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问你一个问题 你喜欢钱吗 可是为什么 你到现在还是没钱 一毁灭幸福感的不是没钱 而是高配思维 前不久 朋友和我吐槽说 刚发了工资就没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 都拿去还信用卡了 工作五年 月薪过万一分钱没存下 上有房租贷款 下有宠物要养 五号交两千元房租 十五号还一千五百元白条 十九号还四千元信用卡 为什么要还这么多 他说 工作都这么憋屈了 干嘛还要委屈自己 所以月光族的他 入手一万多的iPhone 12 又买了两千块护肤品 与大多数人一样 他觉得高质量的生活 是努力花钱对自己好 殊不知这种高配思维 毁了多少年轻人的自由 曾经有人做了一份调研报告 指出百分之二十一点八九 受访白领处于负债状态 月光穷忙 无存款 更可怕的是 被远超当时经济能力的 消费欲望绑架后 越来越多人不计后果 不择手段 直到走投无路 说到这里 其实我挺后怕的 因为我也曾经被高配的错觉欺骗过 总觉得要舍得花钱 对自己好一点 结果背上数万元的欠款 从此告别安全感 我们以为花明天的钱 可以玩今天的梦 没想到 让梦破灭的恰恰就是 提前花完明天的钱 为什么我们会变得如此疯狂 二 为什么我们会被高配消费绑架 高负债会让人失去自由和幸福感 可我们却在高配人生的幻想中沉迷 因为我们的价值一直都在被消费定义 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 正在连接24岁小和 成绩优异 985大学毕业 农村出生的他吃肯德基 曾是最奢侈的享受 见到大城市丰富的物质生活后 他有点迷失 于是他去买最新的旗舰手机 去旅游买车都有面子 然而一度因为资不抵债的高配生活 欠下一二十万债务 现在 他是图鲁藩某小学语文老师 月工资三千 苦苦存钱还债 他还想读书考研改变命运 可是三十岁前 我的人生不属于我自己 小吉二十二岁 211大学辍学 挣钱还贷 读书时 他嫌南方的宿舍太热 没有空调 于是每个月花一千块在校外租房 生活过得比同龄人滋润几百倍 作为一个学生 这本不是他能承担的生活 但他继续借校园贷 结果欠债三万 连本贷息要还五万 他说了一段话 让我很震惊 我不恨那些平台 没有他们冒风险 继续给我借钱 我就没法还清钱 我觉得挺悲凉的 因为面子让越来越多奢侈品成为必需品 亚当密斯在《国父论》中写道 麻衬衫不是生活必需品 可如果一个上班的人不穿麻衬衫 别人会嘲笑他 穷到丢脸 脑子有问题 如果你缺了这种证明身份的象征 没有人会觉得你值得尊敬 而当年的麻衬衫是现在的 化妆品 手机 名牌衣服 是一切非必须 却又令人享受的商品 很多人说 跟风消费是种虚荣 但很少人关注到虚荣背后 是过低的自我价值感 是对得到他人赞美 极度 关注的渴望 阿兰德伯顿将此称为 渴望世界之爱 因为内心认同别人关注我时 我才有价值 所以买了很多附加值的东西 渴望别人羡慕自己 于是买能解决一切烦恼 我们用买超贵的 令自己心动的商品 来对抗工作挫折 生活空虚 我们用买给自己多少东西 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和格局 如果买一件东西不够 那就买两件 社会比较让补偿性消费 成为了填补空虚的万能药 心理学家菲斯汀格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 社会比较 人们借助社会比较 进行自我评价 确认自己的属性定位 这个过程隐含着被肯定的情感需求 但越是向上比较 你的自我评价就会越低 2010年 行为管理学教授你找来 150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 做了一项实验 首先 学生们要一项测试 拿到一份文字材料 快速把上面单词里的原音字母划掉 他告诉其中一部分人 你成绩实在太差 排名垫底 接着 这群感到受挫折的学生 看到一张专业摄影师拍出独一无二照片时 购买意愿比那些被告知评分良好 或认为这只是普通照片的学生高很多 你认为 当自我价值受到威胁时 人们会有更大的倾向 通过消费奢侈品来挽救自我危机 为了逃避焦虑 我们开始超前消费 却没想到 超前消费会带来双倍焦虑 我们不能判断物品本身的功能性 价值了 我们忘了它们本来不过是一部手机 一只口红 最后我们都活成了别人 为我们定义的理想的样子 三 如何避免一步步掉入高配思维的陷阱 在这个高焦虑的时代里 拥有过好 低配人生的能力很重要 低配人生并不是衣衫蓝绿 也不是随便找个单位浑口饭吃 更不是浑恶度日 它是指你能正确判断自身消费欲望 不依靠外在的消费来堆砌金玉其外的生活 德国心理学教授迈尔斯说 年轻人至少要拥有三种金钱能力 正确运用金钱的能力 处理物质欲望的能力 了解匮乏与金钱局限的能力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会处理自己的物质欲望 当所有人都在给生活做加法时 也许我们可以做减法 艺术家红 冯浩拍过一系列作品 《我的东西》 十二年来 他每天记录自己买的日用品 饮饮料瓶 碗碟 密密麻麻 数量惊人 他反思 以前物质匮乏 快乐却不少见 现在快乐好像只能从物质消费上找到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拥有那么多东西 离开这些 我们还能生存吗 想起知乎上 有位女生分享过自己的经历 以前她疯狂沉迷购物 最夸张的时候 每天同时下单十几件衣服 衣柜里塞满数不过来的各种毛衣 包包 同一款不同颜色都有好几件 工作了好几年 还是一分积蓄都没有 毕竟月薪两千 每月要还五千 有一天 她突然意识到这样不行 她开始扔东西 泡布机卖了 不用的乐器卖了 扔了几十种锅碗瓢盆 扔了两张床 一个衣柜 多余家具 为了不让自己买着 买着又回到原点 她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是必需品吗 我确定要买吗 每次处理掉膨胀的购物欲望 就有多一份踏实的幸福感 她不再对各种商品产生强烈的消费冲动 把更多的精力放回自己的内心 最直观的体验是因为 断舍离省下的钱都够在老家富首付 武志宏曾说 面子心理的背后 体验的是一种虚体自恋 与虚体自恋相对的是实体自恋 真正滋养实体自恋的东西只有两个 我投入的去爱 我投入的去工作 我投入到喜欢的事情里 这样你才可以感受到自己稳稳踩在大地上 才可以从容地观察自我 观察别人 包容那些不好的感受 真正的自我价值只能来自于内在 再怎么追求外界的关注 你也无法从物质上获得真正的价值 对艰难那种一无是处的无力感 坦然接受有些东西自己买不起的事实 正是自己目前的状态 别再过度抬高自己的欲望 会如释重负 所以在经济能力还不足够时 不要盲目追求高配的生活 不要轻易通过捷径去获取本部属于自己的人生 每一次人生滚雪求是的崩盘 都有微不足道的事情开始 那些动辄欠债六七十万的人离我们很远 但这些欠债五千一万三万五万不敢辞职 不敢琢磨的年轻人们 有可能是你也是我 每个人都有消费欲望 他本身并无对错 能否在消费主义的热潮下正确判断自己的欲望 才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 被高配思维绑架过的无数人都在后悔 我想去北上广 我想考研 我想恋爱 可是我得先打工还债 如果不是因为对 高配生活的盲目追求 人生的选择也许会更多 所以别让这个讨厌的账单人生发生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当夜深人静时 我习惯站在窗前遥望深沉的夜幕 夜幕笼罩下的都市 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 没有了人生顶沸的嘈杂 一切都显得格外的静谧 相反 白日的我们则是那么的忙碌 手里有做不完的工作 干不完的家务 三点一线的循环生活 让每一个人看上去 都疲惫不堪 是啊 人活着真不容易 复杂的社会 看不透的人心 放不下的责任 经历不完的坎坷 躲不完的虚伪 到了一定的年龄 才明白 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过是深夜里的一个好梦罢了 直到天亮了 生活还要继续向前 人生路千万条 倘若痛了 就换一条再走 生活是万千种 如果累了 不如换一种活法 太纠结时就放下吧 一位年轻人不远万里向大师请教 他说 我生意失利 连妻儿也离我而去 生活中还有各种琐事纠缠着我 实在是寝食难安 大师 我该怎么办 大师没有回答他 只让他跟自己一同渡船去河对面看看 在到达河对面后 大师告诉年轻人 现在你扛起船和我一起走吧 年轻人惊讶道 大师 船这么沉 我哪里扛得动啊 大师告诉他 孩子 你要知道 船在过河的时候是有用的 过了船 我们就要舍弃船去赶路 否则 它就会变成我们的包袱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 或好或坏 也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当下的我们 如果某天这些事变成了你的困扰或是束缚 就要学着放下 不然你将永远无法轻装先行 佛说 物随心转 静由心造 烦恼皆由心生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不要去强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要学会事实的放弃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无奈 但是你必须去接受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取舍 带好的梦 也总会有醒来的一天 在深的记忆 早晚一天也都会遗忘 该放弃的绝不挽留 该珍惜的绝不放手 如果一段感情 一些人一些事让你不开心不快乐 那就试着去放弃吧 舍不得就是痛苦 烦恼都是自己造就的 别把错误当作考验 也别认为不对的人是命运的不公 很多事情一开始就是错的 别因执念困陷自己 错的人就让他走 对的人就应该好好珍惜 不做超过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 不追求不合适的东西 人生的成长是懂得了自己真正所需要的东西 并非一味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人生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轻易的就放弃了不该放弃的 固执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如果坚持仍有希望 你就应该努力 如果坚持的结果让你痛苦 那你应 该选择放下 让你烦恼的就应该去放下 让你为难的从来不是属于你的 任性 自我坚持 努力 学会抉择 懂得放下 柏拉图也说 如果不幸福不快乐 那就放手吧 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的放弃了不该放弃的 固执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很多事并不会因为你的苦苦纠缠 悔恨万分就能有所改变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不如洒脱释怀 放下过往也是放过自己 一辈子不过三万多天 凡事看开就好 过去的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毕竟有舍才有德 你放下越多 才能拿起更多 二路不通时就转弯吧 人生像一本书 翻过这一页 才能书写下一页 试过敬迁才阅读 还会有往事繁花似锦 超然物外的洒脱 向前其实不难 只要学会转弯 老和尚和小沙弥一同下山化缘 路上 老和尚问道 如果你进一步择死 退一步择亡 那你准备怎么做 小沙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我往旁边去 往旁边去 多么智慧地回答 也许道理人人都懂 但真正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 却极少有人悟出这个道理 高考落榜 从此一蹶不振 丧失对未来的无限可能 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学苦读 都能换来金榜提名 人各有志 条条大路通罗马 找到落后的关键 换条重新出发 声与失败各种想不开 没了重振旗鼓的勇气 更少了从头再来的决心 并不是每一次尝试都有回报 成功都是走了无数弯路 才有的唯一通道 甲方的案子永远都是这里 还需要再修改一下 明天再反馈 除了巧言吝啬 何不试试快刀斩乱麻 这个方案不行 那就另辟蹊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创意却是无限的 佛语曰 向由心生 静由心转 在脚下 更在心中 心随路转 路则长宽 当你感到走进死胡同时 别着急往回走 看看旁边还有没有出路 因为伴随挫折的往往是转折 有时候 仅是灵光乍现 就足以扭转时机 人生的路道足且长 羁绊重重的大路 可能会让你力不从心 但岔路也很多 所以穷途末路之时 可以走旁边的 即便是迂回前进的方式 最终也能到达目的地 你要知道的 旁边也是不一样的路途 也许风景更加隐匿 我们常说 天无绝人之路 懂得转弯的人总会在 山崇水赴一无之时 找到柳暗花名 刘异村四朝元老周有光先生 享年一百一十二岁 早些年央视崔永元 问过他常说的秘诀是什么 周老说 凡事要想得开 要往前看 主持人开玩笑地说 要使我想不开呢 周老立马回了一句说 拐个弯不就想开了吗 人生在世 懂得拐弯才是大智慧 毕竟生活已经如此艰难了 何必再苦苦为难自己 南墙转过一次就够了 看到此路不通 不如趁早回头 换种心境 你看到的世界都会变得不一样 网上曾经有句很火的话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努力前进 确实很有勇气 但两眼一抹 不管不顾地走到黑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我们的人生 从来都不是单行线的 当你在生活中 终遭遇困境之时 不如换个角度看待 一味地和自己较劲 到头来为难的还是自己 一经有云 屈神万物而不宜 意思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成 都是迂回曲折 无往不复的 正如人生旅途的两大至圣法宝 一个是前进 一个是转弯 前进需要空前绝后的勇气 而转弯则需要清澈成名的智慧 人生苦短 过往已是云烟 善待自我 把握现在 才是最好的活法 三不真诚的人就离开吧 我们总说认识一个人是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最后忠于人品 所以我们与人交往之时 最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他是否真诚 如果你身边的人 有下面这几种行为 万万不可与之深交 如果 可他总是拿你的短处嘲笑你 就离开吧 真正在乎你的朋友 是永远不会借着开玩笑的名义 伤害你的 又或是他总是有求于你 向你借钱 求你做事 可每当你找他帮忙的时候 他就推三阻四 不知所踪 还有那些两面三刀的虚伪万分的人 当你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之时 绝对要敬而远之 他们这些人眼中 永远只有个人利益 接近你 不过是看你有利可提罢了 对他们再好 也不过是徒劳 诚信是衡量一个人 是否能交的重要标准 一个谎话连篇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人 没有丝毫的做人诚意 怎么能让人信任 一个人对自己的朋友 都不讲信用 你还指望他什么 尽早远离那些谎话连篇 不懂感恩之人 你的真心很贵 要留给值得的人 人生在世 总不可能事事如意 如果觉得一条走不通 那不妨拐个弯 如果觉得烦心是很多 那就学着放下 如果觉得身边人不值得 那就趁早离开 余生不长 自己顺心最重要 如果累了 就换种活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人说话说得好 可以省很多事 结合现实来看 确实是这样的 生活中情商高 会说话的人 无论在事业上 还是情感上 都非常有优势 轻而易举的 就能达到很多目标 虽然谁都想自己口才好 能够在人群面前侃侃而谈 但会说话 这门学问 不是谁都能够轻而易举掌握的话 往坏了说 会得罪人 往好了说 稍有不慎 又会变成溜须拍马 心理学研究表明 得到舍 会肯定和自我肯定 能够激励一个人 失去社会肯定和自我肯定 肯定会让人感受到恐惧与空虚 常说 这无需肯定的话 帮你的人会越来越多 一 不吝啬你的赞美 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人 也不容易 这令人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值得自傲辉煌的往事 比如他们在诉说这些故事的时候 最希望的就是获得别人的肯定 这时候 你就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美 来一句 您真的太优秀了 他们不仅不会觉得别人在拍他马屁 还会觉得这个人懂他 是他的之音 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 能够成功 那么说明 他一定有其过人之处 些事情的处理上 有独特的经验和方法 当自己在事业上 或者生活中 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他们的方法和经验 都能够为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带给我们很大的成长 在适当的时候 赞美才会得到他们的欣赏和感谢 下次自己遇到困难时 他们自然更加乐意出手帮助 当然 您真的太优秀了 这句话也不是什么场合都适合说 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切记升班硬套 小明是一位公司的新人 在入职前他系统的去学习了一番说话的艺术 入职不久 正好遇到公司组织员工开会 领导还没讲话 他立马站起来鼓掌 说了一句 您真的 太优秀了 结果大家一下子就愣住了 气氛显得很尴尬 其实这类赞美的话 很适合跟自己的领导 或者比自己优秀的人说 但前提是一定要是在正确的场合 二纪与希望比命令更有效 常言道 信任是一条纽带 它可以拉近人们的心 我相信你这种话并不是泛泛而谈 心理学研究表明 很多人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有点不自信 喜欢自我否定 在做事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做不到 这时候 每个人都非常需要别人的肯定 而信任就是做得好的肯定 因此他能够快速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当然 这里讲的信任不是全心全意 条件的相信一个人 只是对一个人的人品和能力的认可 比如 在把任务交给别人时 可以把你一定要做到 换成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在批评别人时 把你一定要改掉这个毛病 换成我相信你能改掉这个毛病等等 寄予希望比命令更有效 让别人感受到肯定和认可 别人才有动力和激情去做事 也能更好地达成我们的目的 三级与对方充分地尊重 古语云 当局者迷 旁观者心 人生是一场迷局 我们身在局中的时候 很多事情往往难以看清 这时候 别人的意见和点醒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别人一个建议 就能使得我们拨开云雾见青天 即使 人的建议对自己没有用处 也不要觉得对方多管闲事 更不要冷漠地对待或者无事 这样会寒了人心 等下次自己再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指点迷津了 正如末界这边十二云 君子寿言 以达聪明 真正厉害的人都是能够不断接受别人的意见 让自己变得聪明厉害的人 所以 做人一定要虚怀弱骨 善纳人言 平时对于别人给予自己的意见 我们要学会耐心地倾听 无论对方说的话是否有用 都要感激对方微笑着说一句 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 只有如此 对方才能够感受到自己对他的尊重和认可 从而在自己下次遇到问题时 也会及时站出来 提醒自己 让自己避免生活中的很多麻烦 肆依靠的力量巨大 社会学中有一个定律 人们永远会选择能让自己获得成就感的事情 因此 生活中如果遇到踏实的朋友或者同事 不妨多说几句 有你在 我很踏实 依靠往往能给人带来成就感 从而让他更加认同和肯定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 踏实的人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职场上 都会给人一种做事靠谱的感觉 他们做事认真可靠 不管领导给他们安排什么样的工作 都会认真完成 他们在朋友有困难时义不容辞 能帮的也会用心去帮忙 他们态度谦逊 不会骄傲自大 也不会骗人 更不会轻易的去伤害别人 跟这样的人相处 会使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安全感 俗话说 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与朋友相处 学会表达自己的感谢 互助互利 互相帮衬 才能让朋友之间的感情变得越发深厚 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 五真诚表达你的感恩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这句话能流传几千年 快至人口 说明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 都是非常看重感恩的 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同 若是忘恩负义 无论这个人的成就有多大 都难免落得个人人愿离和拓马的下场 常言道 众人时柴火焰高 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别人的帮助 那么他的生活很可能会寸步难行 举步维艰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难题 别人给予自己一些资金上 或者人情上的帮助时 一定要心怀感恩 适时地对他说一句幸亏有你 这句话并不是奉承和讨好 而是让对方能够真正地感受到自己的感激之情 懂得感恩 才会让帮助自己的人觉得付出是值得的 帮助是有意义的 从而在下次自己有困难时 还是会选择帮助自己 俗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爱是一切友好表达的根基 一个人的话语 若是向别人传达出肯定 信任 鼓励 依靠 感激 那别人自然也会觉得舒服 愉悦 愿意与他深交 希望大家生活中都学会以上这五句肯定的话 生活人员交到更多的朋友 生活会越来越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男人做了没有前途的事情 可以毁过自新或者改行 一切都还好说 但是女人嫁错了人 也可以离婚之后重新找一个 但是二婚不是闹着玩 对于女人来说 不管你多么喜欢一个人 都要三思而后行 在结婚之前 认真考察一下对方的家庭 多长一个心眼 总是没有错的 避免以后哭哭啼 一过日子 人生几十年 别因为婚姻就耗光了精力 一个家庭对一个男人的影响力很大 也折射了这个男人 以后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聪明的女人不会嫁入 以下这五种家庭 她会选择离开 为后半生的幸福着想 一穷的吊渣的家庭 也没有什么翻身的计划 老话说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一个家庭穷一点也没有关系 关键是要有骨气 一家人勤奋 有自己的理想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比方说 有的家庭因为孩子读书 耗费了精力 钱财也几乎用完了 但是孩子大学毕业后 一起努力 家庭很快就变成了富裕家庭 来了一个咸鱼翻身 爱情导师图磊说 永远不要和穷小子谈爱情 有志气的穷小子 不会要爱情 会选择奋斗 其实这句话的本意 应该就是说 不要和心穷的男人恋爱 因为男人心穷了 才随随便便去找女人恋爱 但是那些有骨气的男人 就减少了恋爱的时间 而是以事业为重 先打一个翻身仗 再说爱情 因此 穷并且心穷的家庭 不要嫁入 否则 你就是成为了 他们家的女汉子 养家糊口就指望你了 他们家娶媳妇 是赚了一个劳动力 二婆婆很厉害的家庭 男人在家都没有说话的权利 有的家庭 婆婆当家做主 谁都不能反对她 看看家里的男人 个个唯唯诺诺 真是熊样 如果你喜欢的男人 在这样的家庭 估计也没有说话的权利 以后婆婆欺负你 你就等着哭吧 没有人帮你 我的一个表妹 从湖南远嫁到河南 家里人都劝她 不要嫁那么远 最主要的是 两方的父母 一见面 感觉到婆婆就很厉害 首先是彩礼前很抠门 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还指望女人多给嫁妆 当然 表妹家是很有钱 这件事就没有计较 表妹结婚 还倒贴了几十万 然后是婆婆当着很多人的面 总是骂她的丈夫 数落她 表妹喜欢的男人 在婆婆在场的时候 屁都不敢放一个 感觉好窝囊 表妹以为爱情可以改变一切 并且结婚后可以分家就没事了 但一切都太天真了 结婚后分家了 但是房子的钱都要表妹和男人出 婆婆当成是卖房子 后来做月子 婆婆来照顾了几天 表妹想吃什么 婆婆从来不理会 吃的食物让表妹作偶 表妹的老公外出打工 钱不是给表妹 而是 这先交给婆婆 再转移部分给表妹 真是受够了 表妹选择了离婚 带着孩子回到了湖南 也许大家觉得这样的婆婆 不可思议 但很多家庭确实有这样的婆婆 希望女人警醒了 因为婆婆媳妇的事情 最容易闹矛盾 婆婆很厉害 媳妇要吃亏 三家里人不团结的家庭 动不动就吵吵闹闹 没有共同语言 有的家庭是男人有家暴情况 或者父母不和 常常闹离婚 就是孩子大了也闹 搞得乌烟瘴气 这样的家庭没有温暖 在一起也会难受 要知道一家人团结就是力量 那些吵吵闹闹的家庭 都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最后都不服气 有的家庭因为吵架 导致父母和孩子断绝关系 回想起来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值得 反过来看 那些互相包容的家庭 反而过得幸福一些 即便有困难 大家互相帮助一下 也就过去了 特别是有几个兄弟的家庭 如果齐心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 四 自己喜欢的男人毫无主见 一切服从父母 什么都是父母一手安排 男人没有主见 一切听父母的 从小就是父母安排了人生 这样的男人我感觉是窝囊 都不知道自己一辈子要做什么 要活成什么样子 也许这样的家庭都是条件好的家庭 甚至是富二代 但是女人要懂得 男人窝囊就代表着家庭没有前途 富不过三代 往往就是一代比一代若带来的后果 那些没有自由人生的男人就是家庭的傀儡 被父母的爱绑架了 女人嫁给谁是为了过自己的小家庭 而不是当啃老族 只有那些 没有 用的女人才鼓励男人去啃老 以为老人家可以吃一辈子 因此 男人有主见是让小家庭过得幸福的法宝 反过来 如果男人什么都听你的 连做事都要你安排点点滴滴 你也累啊 总有一天会失望的 五邻居口碑不好的家庭生活环境非常恶劣 远亲不如近邻好 邻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比方说你不在家 孩子可以去邻居家里吃饭 有人照顾 一会儿你出远门 邻居可以看家 注意家庭安全 而那些邻居口碑不好的家庭 就是很多邻里矛盾说不好 你去男人家的第一天就被狠狠地瞪一眼 想起来都害怕 左邻右舍都讨厌的家庭 估计是这个家庭太计较算计别人或者做了恶事 注意提防 别走进了一个坏人窝 还浑然不知 真心希望所有女人都遇到好男人 嫁入好家庭 握不住的纱 扬了他 你总是紧紧握住一把纱子 磕伤的是自己的手 如果你继续紧握 就漏了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你摊开手 握住的不仅仅是沙子 还有整个世界 得不到的人 就忘了吧 情深缘浅 如果你一定要纠缠不清 伤害的是自己的心 也是两个人的情 不如放手一别两宽 学会转身也许很难 但转身之后才是艳阳高照 爱一个人 容不下任何一粒沙子 否则就像眼里有沙子一样 越揉越感觉痛苦 泪流满面的时候会越来越多 牵手是错误 放手是舍不得 爱越到最后越舍不得放手 不如趁现在还可以放手 就迅速做一个了断 放手不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那些注定得不到的人都不是真爱 真爱是不管不顾在一起 排除万难在一起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距离可以忽略不计 年龄也可以忘记 没有钱真的没有关系 就是有人反对 也听不见了 有人哄着你就放声哭一会儿吧 因为有肩膀可以依靠 没有人哄你就别哭了 脸上的泪水太难看 也没有人给你一张纸巾 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你天天哭着思念着 你的生活一团糟 落后就要挨打 因为爱情弄丢了整个人生 不值得现实一点 除了爱情 还有父母之情 还有关爱社会之情 还有朋友性 还有陌生人的感情 很多人的人生不是败在不够努力 而是因为伊丽莎 比方说一个登山的人 鞋子里有沙子 但总是赶路 就是把沙子 到处来的时间都舍不得花 结果半上脚底有了一个血泡 彤彤男人就不得不停下来了 还比方说 一个人眼睛里有了沙子 结果强行睁开眼睛 泪眼朦胧 什么都看不见 是睁眼瞎 因此握不住的沙都扬了吧 疼出手来紧握人生得不到的人就忘了吧 一转身 你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真心爱你的人也会出现 如果你舍不得放弃丽莎 就会失去整个世界 人生就是有得有失 但是你不可以患得患失 别人再好 不属于你有屁用 自己再差 也是真实的自己 别人管不着 爱情路上别犹豫 要么选择在一起 要么选择忘掉 犹犹豫豫的时光一晃而过 就变老了 越来越孤独 越来越害怕 人心只有一颗 只能装下一个人 如果你选择了一粒杀 就 是选择了放弃未来的幸福 这样的你好傻 牵手是爱 放手也是 牵手是爱 一生一世 放手是爱 三生三世 前生修缘 今生相遇 来生中逢 握不住的杀 扬了他 得不到的人 忘了吧 人生总有一个出口 关键是你愿意不愿意走出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感谢您的声 二 樫 五